王子维杀的世界冠军没有脾气 这是奥运后的首场重大比赛 王子维打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进攻表演秀 让直接冠军洛剑佑一度陷入到王子维的节奏中 被打到毫无办法 但洛剑佑依旧以自己出色的技术 也能够打出世界冠军的风采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反而是中国台北老将王子维的打得更积极些 昨天又两次中杀直接得份都是 后场就发的很突然 蹲网球 从开局的明显落后到比分接近 洛剑又逐渐进入状态 一上来两人就打敌你来我往 场面非常激烈 而王子维本场比赛的进攻强度 明显是更优于此前 有着更加具有杀伤力的进攻和速度 哦 漂亮 畅想原生比赛 王子维刚才这个项链影响他的比赛 想解就解不开 这个时间再延长一点主菜半括 可能就要出事黄袍了 还是中杀 基本上火力全开上来没有 然后保留 嗯 洛剑又的速度 还是没有完全提升上来的 洛剑又的挑球手上经常有二次动作 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 在橘鞋前 王子维没有戴上的项链 在这时终于找到机会戴上 但就是在这之后 王子维的能力 仿佛被封印了一样 手感的下 将判断的失误 让洛剑又快速的追分甚至反超 大队角皮刹出界 王子维身高是一米七八 比洛剑又高一点 正手挫放球没有过 自身的失误 不光是进攻啊 这种空球的失误也是 逐渐多了点 判断失误 比分已经追平了 哦 漂亮 球的质量也有所下降 比分反超 又被抓了 王子维最多的是14比9 领先五分 手上停顿在推 王子维非常被动 哦 这个球对于王子维来说 是非常的提气啊 王子维今天的这个进攻的思路 非常的坚决啊 来 在经历了关键点紧张的交替得分后 洛剑又接连的两个失误出界 让王子维成功率先拿到局点 这时候的王子维把握机会 搓球放忙起跳中杀 一气呵成 惊险地拿到首局胜利 这次结实阿球 回放高了一点 1 4 4 5 2 哇 真是 连续两个失误 抓直线的推球 包括迪玉到现在被王子维半场的位置 抓推突击大概加起来 恐怕就有将近十分左右的样子 确实 这场比赛几乎成了王子维的表演秀 而作为世界冠军的洛剑 又仿佛成为了陪衬 这也许是有着更多 洛剑又有伤在身的原因 但也不能否定王子维的表现出色 这是个机会 王子漂亮 从现在来说应该 运动员都有着相当不错的 这个运动生涯啊 都可以说是当打之年 就本场比赛的节奏而言 王子维的打法更加积极主动 在观赏性方面有着一定的高度 仿佛两人的角色对调了一样 王子维更像是世界冠军 但洛剑又的突然发力 同样能够感受到洛剑又的精力 这个球才有点洛剑又应有的样子 下来啊 出直线跟到往前勾对角 想跟住 今天王子维的节奏 还是有些困难 王口的铺球 接着很多 哦呦呦这个球很漂亮啊 双方在网口的争夺 至少有一次滚网 杀居身 上网之后又放了一个滚网 这处节还很多 再次大大到了六分 王子维的一个进攻啊 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动作是杀得也很漂亮 上网连贯非常的流畅 哎 当跨完球出界 突然的变速啊 判断犹豫了一下 洛剑又手上的细节 还是更多一些 虽然整局比赛 大部分都陷入到王子维的节奏中 但在最后的关键点 洛剑又接连出手 挽救两个场点 但无奈双方比分差距过大 并且王子维的气势实在太强了 接连不断给洛剑又制造压力 在洛剑又想要提高出球质量时 发生了批掉下网 王子维成功2比0 击败洛剑又晋级 谢谢 谢谢